2018雅加達鋸港亞運開幕在即 中華棒球代表隊名單卻出現變數 原定支援的八位中職球員 以及兩位旅外投手 獨賣巨人廖任磊 以及NC恐龍王偉忠都確定退出 原定第四棒人選 舒子傑也受到手腕傷勢 確定辭退 當然如果是完全沒有傷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盡力去打比賽 但是萬一啦 就是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能要去跟家人廠討論 讓他們去選一個健康的選手 在中華棒協 新任理事長顧仲良的協調下 中職美隊派出兩名選手參賽 不過目前八位選手 都未調整至最佳狀況 截至8月13號為止 僅有詹子嫻 陳柏浩 兩人還在一局名單 被選上就是一種肯定 很慶幸的能為國家做一點事 很開心可以就是以年紀最小 然後就打到 就是蠻高層國家隊的比賽這樣 那想當然我自己也是抱著學習的心態 然後去面對 就是跟著前輩們一起學習這樣 許順義總教練面對兩名旅外投手 確診的壞消息 先後補進左頭唐家俊 以及右頭蔡偉凡 中職選手預計18至20號如續報到 23號中華棒球代表隊 將前往印尼做最後備戰 在那邊 感谢观看